你带来2023赛季中场联赛第四轮 青岛海牛在主场对着武汉三镇的比赛直播 本场比赛是由孙宇轩 你带来解说评述的 背后上抢 好球 这下也交得不错 反击起来了 中间左侧都有队友 看怎么来处理 还在观察 调整外围打门 这球有点着急 左脚传进来 进去里面 再打门 这下被干扰到 他被合一对一 三人包围圈 这就是他今天面对的防守强度 外围打一脚有变现 脚球 华莱士防起来挺舒服的 因为他高空球能力很强 赶上海牛 现在也没有福布斯 通战没有优势的 到湖顶 戴维森调找 自己来 1-0 5块3阵 取得进球了 第17分钟 戴维森 突失冷剑 斯坦球迅速交过来 先停 调整 这个球 沙依博要负责任 因为他看着戴维森 连停 带调整 带射门 都没有上去封过 给了戴维森这样的球员 太多的调整时间 那这个时候按说 已经该至少下地放铲了 防守出现问题 漂亮的撞墙到底线 中间两点包抄 挑起来的远段 打到门柱上 中间再包抄 维森座把球握收了 这下海牛四传四射 打在远门柱再来看 应该说三军用命 表现相当的出色 塔贝克又来了 单击闯关 一脚褪射 前面过人衔接 很流畅 最后打门呢 还不够精准 这角度 打鞋线好球 看落点第一下 坚不停球 塔贝克又上来 近距离还有转接打 打得比较正 来去张伟 自己打门 漂亮的扑就 就像我们预测的 这个位置确实 西方飞打起来很舒服 估计还要起船钟 看落点头吹 又是一个侧铺 摄政零对四了 接着起再强点 脚后跟漂亮 2比0 埃德米尔森 上场40分钟 帮助武汉三镇 2比0领先了 再来看 埃德米尔森 对沙依博突然启动 沙依博防守 两个球 我认为他都有责任的 这角度看看埃德米尔森 有没有碰到 似乎是没有碰到 三球开起来 头球 3比0 3比0 在下面场 刚刚一开始 三镇再下一场 李扬太舒服 再来看 球速快 落点准 李扬迎上来 一蹲而就 再看 这种球 那球速太快了 防守队员真的不好判断 斯坦秋功劳得占一半 当然李扬顶得也很漂亮 一次红牌严重犯规 看的是之前这一下 华莱士受伤的动作 时任路 看看他的判法 逃牌了 红牌 一张红牌 直接罚下了刘超阳 去打海港 两个强队 门脚没有出来 看维之豪 到底线 再传 接着打 打飞了 严顶浩 大半个空门 摆在眼前 可是他没有珍惜 直到打飞后 才后悔莫及 广队 球员的连线 斯坦秋 这球送的真好 再送直转球 看看萨利奇 面对门将 雷健座 出的很及时 未来能够打出 好的表现 直路一声哨响 全场比赛结束 瓦三阵在客场 三比零 战胜了青岛海牛 拿到了宝贵的两连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提供